为鼓励台东县艺文发展 县长黄建廷邀请103年度获选的10个杰出演艺团队 在艺文中心大厅进行艺文查序 并亲自颁发证书给予各个团队 除了表达肯定与支持外 更展现台东县政府对艺文的重视 与会的艺文人士相当肯定与赞许 县长黄建廷对于艺文的推动 以及艺文人才培养的重视 今天我们表扬今年度的 台东在地的杰出艺文表演团队 总共分三个等级 那么十支非常优秀的表演团队 大家都看到了 在不同的领域非常多元非常丰富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地的文化 这个的软实力 那我们非常感谢他们 长期在这个上面投入的心情的耕耘 才能够让台东的在地文化 不断的成长不断的着重 那刚才也利用一点时间 跟这些表演团队的老师们 这个负责人大家来交流座谈 那期待凝聚更多的共识 让工部门跟民间之间 做更好的结合 然后让我们的有限的资源 能够得到更好的运用 然后让台东的艺文继续 这样子鸿河持续的来发展 台东这几年不论在艺文活动的深度 广度及能量 实在不容忽视 已经不能再认为台东是文化沙漠 县府期望推动观光旅游活动 以及招商投资提升经济 鼓励乡亲能够买票 进入艺文中心看表演 而获选团队的精彩演出 将在6月21号晚上 台东占领台东县103年度 杰出演艺团队联合展演 东台新闻杨国柱采访报道